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恰恰与奥特曼特色剧的不仅有着同空异曲之处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进入了电影界 远古鹰二喜欢拍摄怪兽电影 但是由于技术等限制 无法使怪兽行动更加逼真灵活 他在反复尝试后想到了一个方法 那就是让人钻进怪兽模型中 于是皮套便被制作出来了 而远古鹰二的代表作《哥斯拉》也就孕育而生了 此后《哥斯拉》便成为了特色剧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怪兽 《哥斯拉》系列电影也成为了世界上最长寿的电影系列 远古鹰二因此被称为特色之神 1966年远古鹰二拍摄了人类对抗怪兽的特色片《奥特Q》 但在片中并没有出现巨大的英雄形象 《奥特Q》在当时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之后远古鹰二又在同年拍摄了《奥特曼》 我们俗称初代奥特曼 在片中首次出现的巨大英雄 可谓是引起了轰动 平均40%的收视率 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也因此让远古大赚特赚了一把 紧接着在第二年就推出了赛文奥特曼 远古鹰二在赛文奥特曼身上可谓是用尽了心血 不但把它设定为一个独立的世界观 还取消了三分钟变身的设定 但观众却并不买账 由于剧情偏向成人 孩子们喜欢的战斗场景减少 导致收视率并不理想 在拍摄完赛文奥特曼以后 远古鹰二甚至悲观地认为 这就是最后的一部奥特曼了 在1970年 远古老爷子带着遗憾驾鹤西去 但没有想到的是 在远古老爷子去世后 并没有阻止奥特曼的浪潮扩大 为了纪念远古鹰二 远古主持会社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 又拍摄了一部奥特曼 这便是归来的奥特曼捷克 随着奥特曼逐渐成为了一个系列 光之国的世界观逐渐成型 其家族成员也是越来越多 他们一个个都承载了一批人的童年回忆 更加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正义的超级英雄 时隔50多年 即便到了现在 奥特曼的火苗依旧没有熄灭 而是越烧越旺 而这一切的成就都应记得一个人 那就是奥特曼的开创者 远古鹰二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各位留言档和观众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